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活动上 主持人问到 马斯克是否会让川普重返推特 马斯克此前也曾发推表示 推特显然有着强烈的左翼偏见 并重申推特的言论审查 应该根据所在国家的法律 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周二表示 拜登政府希望在线平台保护言论自由 同时确保他们不是虚假信息的平台 据路透社此前报道 马斯克或许在完成交易后 成为推特的临时CEO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纽约报道